迈入第二届的OBC后避处音乐啤酒节活动 去年夏天是广受好评 今年受到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花创艺文橱装系列活动的邀请 25、26号两天 在曾经是旧酒厂的花莲文创园区盛大的举办 集结了在地和西方特色的精酿啤酒业者和摊商 吸引了不少的民众前往唱饮 享受美食、音乐 度过了一个清凉的夏日午后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花创艺文橱装系列活动 主办的OBC后避处音乐啤酒节 25、26日两天 在曾经是旧酒厂的花莲文创园区热闹登场 集合20多摊在地与西方特色的精酿啤酒业者来摆摊 如在地元素、玉里东风、十岁农场等 带来以花东意向为主题 充满花东风味、视觉感或独家秘方的创意调酒 那我们现场呢有非常多的摊商 有花莲在地的 以及就是从世界各地的啤酒 还有我们台湾的酿酒厂 今年呢我们除了开场的圆明音乐之外呢 我们还多加了电子元素 还有我们的管乐元素 以及我们第二天有非常非常文青的创作 我们也有两摊的调酒野台 那这调酒野台呢也是从花莲以及西部 邀请非常非常知名 以及德国名次的调酒师 然后一起来参与我们本次的活动 那么也邀请他们呢 用了花东意向这个主题 来去做两款至三款的现场调酒 来给我们花东以及外地的所有旅客 可以体验一下 用酒就可以体验我们花莲在地的气氛以及氛围 OBC后避错音乐啤酒节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差点停办 这次活动现场也邀请诸多美食摊位 融合多元的草地音乐 包含摇滚、街头、流行、灵魂爵士及原创音乐的大集合 并举办酿主工作坊 以及如何以餐搭配酒的两场体验活动 尽管午后下了一场大雨 仍吸引不少民众驻足唱饮 享受美食、音乐 度过清凉的夏日周末午后 介绍讲邦彦华林市报导